日本今称台湾的事就是日本的事 那羞怪中国在冲绳问题上做文章了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再次在台湾上挑战中国的红线 他声称台湾的情况也要积极视为我们问题 把台湾问题当作日本自己的问题 岸信夫是头一个这么说的 他这是什么意思 是还把台湾当作日本的殖民地吗 这是向中国发出的最赤裸裸的挑衅 岸信夫在这次采访中还大谈要增加日本的军费 不要均利于军费占GDP一百分号的限制 他认为近年来中国每年都在加强军力建设 地区军事均衡已经明显偏向中国 日本的军费要以保卫国家的标准来筹措 而不是与GDP的比例 可是谁都知道日本的安全是有美国保护的 日本要这么多军费干吗 还不是为了准备介入台海军事冲突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岸信夫还承认了 日本正在考虑构建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 这就更体现日本的野心了 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 战后实行了所谓的和平宪法 自我剥夺了交战权 自卫队只能用来进行自卫 而不能向敌方发起攻击 这个说法表明日本决议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使自卫队变成正常的军队 事实上日本首相菅义伟已经表态支持修改宪法 看来日本已经在为战争做准备了 岸信夫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 出生于优利世家 他们的外祖父是岸信介 是日本甲级战犯 后来被美军释放 还当了日本首相 岸信介就是一个反华分子 他曾说过中国统治台湾 将是对日本国家安全最大危害 岸信夫秉承外公的一致 一直在暗中支持台独势力 当上日本防向后 他主动向美方提出讨论如何协助美军协防台湾 4月17日 他还以防向的身份 跑到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眺望台湾 称要和台湾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岸信夫的言行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 日本是全世界最不希望中国实现两岸统一的国家 他们介入台海问题并非仅仅是受美国的胁迫 他主动的意愿比美国还要强烈 因为他认为中国一旦统一 日本将彻底失去其在亚洲的地位 文为真正的二流国家 成为真正的小日本 对于日本一而再 再而三的挑战中国主权 挑衅中国人民情感的做法 我们有什么报复措施 我想除了到时候单独给日本准备一份 东风快递大尾包之外 至少还有两个手段可以用 日本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也可以以其人之道 我们可以在北方四岛和冲绳问题上下手 一是在日本的痛处下手 北方四岛是日本永远的痛 这些岛是在二战日本投降后才被苏联攻占的 按理说是要归还给日本的 但是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就是不还 问题一直拖到了现在 目前中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是不持立场的 但既然日本不尊重中国的主权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点文章 俄罗斯正想升级这些岛屿的基建 中国完全可以帮忙把一带一路扩展到这些岛屿上 让日本跳去 二是提出琉球国的主权要求 冲绳问题其实是中日间的悬案 冲绳就是当年的琉球国 本是中国的藩属国 后被日本强占 当时清政府就和日方展开交涉要求恢复琉球国土 后来由于甲午战争爆发 这事就成了未了结的悬案 依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 冲绳该不该属于日本还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现在冲绳一直存在要求独立的琉球复国运动 有调查显示 冲绳有42.6%的人自称冲绳人 称自己为日本人的仅仅占3% 我们完全可以顺应冲绳的民意 推琉球复国运动一把 我们甚至可以提出琉球岛的主权主张 日本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 使中日的互信丧失 那就休怪中国出手无情了 我们必须争取更大的主动 一定要做好日本武力干预台海的反击方案准备 尽力把日本的意图扼杀在萌芽状态 自从拜登上台以来 日本一改几十年的对台立场 对于台海形势前所未有的关心 最近两个月 日本对于台海的动作非同寻常 第一个方面 先是菅义伟访问美国与拜登会谈时 竟然与美国一道把台海问题当成主要议题之一 还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关注 还对记者说什么对台海问题达成一致 此外有与越南本国领导人通话 讨论中国的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南海 东海 台海问题 明无章胆得想拉着其他国家一道干涉中国内政 第二个方面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候的言论 都是口出狂言了 竟然声称台湾的情况也要积极视为我们问题 把台湾问题当作日本自己的问题 此外还声称日本国防预算 将突破过去与GDP挂钩限额的做法 根据需要确定国防开支 要把自卫队变成正规军队 第三个方面 日美两国举行二加二对话 主要讨论东海和台海问题上如何应对中国 日本方面还主动提出美国武力介入台海时 日本自卫队如何配合的问题 由此可见 我认为日本这真是释放出 要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道 采取多重手段和方式武力干预台海以及中国内政 日本的举动实在是非同寻常 背后必定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和打算 核心目标是设法阻止中国实现两岸统一 预测下一步日本还会有新的举动 比如7月份他们将审定发布的防卫白皮书 据日媒透露也将有大篇幅的涉及到了 台海和东海等针对中国的内容 我认为日本目前的动作可以判断其有两个方面的打算 一是造势组下 也就是主动与美国互动联手 再联合一些跟班国家 拉拢和胁迫一些中国的周边国家 形成所谓的强大声势压力 让中国投鼠机器 搬扰中国定下决心 使中国不敢采用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长期保持台海现状 这样就能给日本 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留下制约中 国的抓手遏制中国发展 二是真的动手 只要美国定下决心 日本就决心跟随 甚至主动武力干预中国实现两岸统一的行动 这种情况目前看来真不能排除 有一点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日本是世界上最不愿意看到中国实现统一的国家 总挠两岸统一的愿望 甚至比美国还要强烈 如果日本到时候真的武力介入的话 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手段进行反击呢 这个问题很严峻 其实真有一定的现实性 在日本人眼力 台湾对于日本的战略意义极为巨大 所以台湾曾经被日本搁占半个世纪 日本对台湾的情节和野心至今并未消失 日本您武力干预的可能性还真不能排除 甚至是比美国因素要大很多 那我们就不能客气了 必须予以反击 首先是把日本干预台海的情况扼杀在萌芽状态 这是成本最低的 代价最小的 扼杀的办法主要有两个 首先以其人之道还知其人之身 我们也要开始造势 既然你日本想阻挠中国大陆收复台湾 那我们也阻挠你日本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北方四岛 与俄罗斯方面配合一下搞点事 给日本释放出警告信的信息 我们中国也打算承认北方四岛属于俄罗斯 再比如 我们可以对琉球国问题开始有官方声音 意思就是有支持琉球国独立或者重回中国的意图 日本想拉更多盟友一道恐吓中国 那我们就是放出日年要是胆敢干预 就可能有被灭族和灭国的风险 其次真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制定出起码三个层级的军事反击措施 一是惩罚性反击 包括仅限于打击为日美等国 提供军事行动支持的各类基地 二是重创性反击 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 是日本回到二战战败时那种状况 三是毁灭性反击 这个大家都懂不用多说